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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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我们随便点开一个人 他身上就有这个燃烧弹 这种就属于是爆破性的道具吧 我们再看看这个司机 司机他有这个毒气弹 我们也算这种是爆破性的道具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大胖子 他身上就更猛了 不但有手呢 还有地呢 然后还有这个隐藏在衣内 没有出现过的道具 这个火焰烹热器 同时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赶死队 这一关每个人都拿了一把这个汤姆迅冲锋枪 而且是无限子弹的 这个呢 就是比较牛逼的 不光这一点 每个人身上还拿了一把这个 盟军的LIFE枪 这个也是无限子弹的 还有手枪 这一关也变成了无限子弹 简单说法 这一关我们就今天来打的这个 打法呢 就是说不用所有的爆破性道具 我们就彻底的就是 他那个作者就是他 应该算这个工作室吧 他原意就是说让我们这一关是 按一个塔防 塔防类游戏呢 就是说 你不防好之后呢 就是在原地 就只管开枪 其他的呢 你就不能操作 你不能就说突然之间又丢一个手榴弹出来 这种 我们就看看这个塔防类游戏吧 毕竟这个敌人也没有手榴弹 对吧 我们现在开始打 这一关呢 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给我们一个热乎 就是说要把这个 被敌人困住的这个人给救出来 这个盟军二呢 他有一个那个缺点呢 就是说你要救盟军的话 你必须和他有一段距离才行 你不能就是说 隔很远去救他 像我走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就直接可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 敲敲墙 喂 你这个 你这个家伙 不要躲在这个地方 什么偷懒啊 什么当逃兵啊 这些假装自己受伤啊 什么的 对吧 我们先存一个盘吧 我们不必要呢 先把他救出来 你看这个人直接都可以爬出来的 一点都不像受伤的样子 我们赶快就跑过来 你看这个人动作好麻溜 看被人发现了 实在躲不掉了 他就没没法装了 好 现在我们这个 就要把这些人全部给他 呃 站着不好 蹲着也不好 我们还是先趴着吧 我们呢 就把先把这些人就是 调配一下 诶 你这个司机还站着干什么 趴下 好了 你们这几个人也都是趴下 然后呢 我们看看我们有多少人 一个 你看一个 一个盟军 两个盟军 这个地方有 这个地方好像有六个盟军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 八个盟军 加四个人 我们再换个角度看一下 不要漏掉了 好像只有这么多盟军了 这个角度差不多了 这边已经没了 我们现在 这一关呢 呃 有很多玩家吧 他们有很多的玩法 就是说如果 纯粹用那种塔防模式 这个地方呢 听说也是有人 防守成功了的 他把所有人都拉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呢 他也能防守成功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 估计也是最多的人吧 就是趴在这堵墙后面 然后进行防守 然后呢 利用那个狙击手的 那个子弹把 他来消灭敌人的狙击手 其他人呢 就全部用步兵来 呃 全部用那个就是 拿一副枪吧 嘖 这上面呢 也是可以的 像这几度墙 嘖 就是说你如果就是想利用的话 这个地方一组人 这个地方一组人 嘖 然后呢 这边 这边一组人 你也是能够防御下来的 还有一些就是说 那种冲击性玩家 他们就玩得简单一点 嘖 就直接把人拉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往这边丢一个毒气弹 然后呢 再丢一个手雷 然后这个地图呢 基本上就清净了 至于后续的入侵呢 那就更简单了 他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嘖 继续丢毒气弹 继续丢烟雾弹 然后继续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边呢 留两三个人 就把那些漏网之鱼吧 就把 或者躲在这个地方 把这边的漏网之鱼 干掉就行了 因为这边的人一出来 他会先往这边跑 这边你如果丢一个手 留蛋在这个地方的话 所有人就会涌到这边 来 然后你这边开枪 他们就全部被吸引过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大开的玩法 但是我们今天玩呢 就是说 你按照做的这个吧 我们这个入侵吧 他应该就是说 你出来就是在这个地方防守 你不能去其他地方才对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 我们今天呢 也是打算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很明显的 我们就只有这一块地方可以防守 这一块小地方呢 也是大部分人很容易忽略的地方 实际上呢 你躲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全关 全部把它给干掉 这一关好像还有一个小的彩蛋吧 我没有注意过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就是打这个敌的 你点了入侵之后 你在发动进攻的时候 你的那个 如果你的速度比较慢的话 好像这个盟军还有 还会增援你四个狙击手 然后四个狙击手 然后好像自己就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巨型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现在开始步伐 为了为了就是简单一点吧 我们就拿两个盟军 把他们的这个冲锋枪吧 交给这个 这个普通盟军 把把干尸队的这个冲锋枪交给这个盟军来 我们自己呢 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无限子弹的live枪就行了 然后呢 把这个冲锋枪 趴到这个里面来 好 然后他对外防守 贝林帽说 既然我没有枪了 那你就得保护 贝林帽居然也能用这个东西 好牛逼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live枪 我们这一关是要打反入侵的 好了 贝林帽也溜进去再说 贝林帽说枪都给你了 你可得保护 然后呢 这个胖子 那也是当仁不让 算是你们去就行了 喝酒我来 这个冲锋枪呢 也不要了 这个就是说 你如何把 让这个盟军 使用这个冲锋枪的话 他本来盟军是用他这个枪槽式步枪 你只要先把这个冲锋枪放进来 再把这个步枪放进去 他默认是先用这把武器 用这把武器的前提呢 就是说这个枪槽里面 后 后一步你必须放一把武器进去 这样呢 这个盟军他就会用这个冲锋枪了 好 这个盟军有冲锋枪了 那他也得到这个地方来 好 胖子也把这个步枪拿出来 然后呢 我们胖子也得也溜进来 好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有 还有这么多盟军 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小子 你居然是盟军的老大 好 我们把他的这个身份证拿掉 拿走 看样子这个人自带了一把枪 我们 看样子比较牛逼 我们就先给他冲锋枪吧 然后再把这个步枪还给他 现在呢 我们这个军手呢 就有一把枪 这个人既然有枪以后呢 他马上就就有这个武装力量 前面他这个地方是没有红点了 也就是说他是武武装的 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有三支冲锋枪了 这个我们就继续再步防吧 这些人就用他们原来的步枪 好了 现在我们还有 哦 还有这么多 那就继续再步防 我们说继续的目的呢 那就说后面肯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了 下面这四个人呢 我们这个 司机是我们这个盟军感死队里面 唯一还有这个冲锋枪的 我们先把冲锋枪掏出来 我们先把冲锋枪掏出来 好 现在他拿出冲锋枪了 我们呢 就要让司机来防守下面这条路 好 这样司机就防守下面这条路 当然了我们这个狙击手 也和他一路先把枪掏出来 狙击手掏出的是一把life枪 我总感觉狙击手好像不是太里面吧 重新来爬一下 好 这样就确保他绝对在最里面 然后这几个 这几个盟军呢 我们再让一个人来协防一下 这个太外面了 肯定要被发现 这个勉强吧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干脆还是防御这边吧 这边毕竟是主要的 好了 现在我们防守这个口子呢 有三个人 然后主力部队呢 全部防守的是这边 我们这一关呢 有四个赶死队 然后加几个盟军 我总感觉这几个人 估计要被打死吧 我们这个地方存一个盘 好 现在我们布防完毕 这个布防看样子吧 就是这堵墙 这个敌人有这么大一坨 我们存一个盘 然后就开始发动进攻 我们这个就是说 我们直接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至于我们 手不手动一下呢 最后再说吧 主要是为了避免那种 就是说他不下来的 直接在这个上面绕去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最后存一下 诶 好 我现在把鼠标拿出来 看看能不能一次性成功 不去操作他 只要上面不出狙击手 就一点问题没有 只要上面不出狙击手 就一点问题没有 哎呀 被人帽 你这个笨蛋 你居然被打了一枪 你这个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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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体积 这个没有被挤出来才对啊 其他人我感觉都还没来得及开圈 好了 我们继续吧 好 我们现在又进入无操作状态 这个敌人蜂拥而出 一共呢 这个有三波部队 这是第一波初始的 也就是大家默认地图上可以看到的 看看这个不操作能不能过这一关 遇到那种不下来的呢 我们就开枪把他引下来 那个呢 就不算我们真二八景的操作吧 这个塔房要是成功的话 就说明这个地方是最佳的位置 敌人如潮水一般涌过来 银子不怕死 就像上钢岭之战一样 也要有人问这里为什么要趴着 站着行不行 站着理论上也是行的 最害怕狙击手走到最左边那个 那个那个边缘去 因为那个地方狙击手如果是趴着的话 那射程是没有那个狙击手那么长的 好吧 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多了 我们呢就加快一点速度吧 看看能不能不让那四个狙击手出来援助我们 我们就直接过关 我现在呢就操作这个贝雷帽开枪吧 这个贝雷帽开枪是怎么开的我都忘了 就这样开枪 这样他就过来了 我贝雷帽现在就在这个地方疯狂的开枪 大家看到我这个鼠标在点 就知道我在疯狂的开枪 为什么呢 因为这这些人 他不下来的这些人 他有可能是不下来了只在上面跑 我这个地方如果不开枪的话 他们就一直不下来 这个开枪呢他们就会被引过来 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 应该让其道人开枪 这个这个步枪好像 太慢了 我换谁好像是 5号 5号是冲锋枪 那就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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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冲锋枪来 把他们全部赢过来 好 好像还有最后两个了 好,三个,怎么还有 赶快过来 好了 这个录完之后 我又不操作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地图上没有了 我现在又不操作了 我把鼠标移出去 好 我们现在 哎呀 这个家伙怎么跑啊 哎 就就是你吧 你去叫人了 这个笨蛋 原来是强制性的 这个笨蛋叫什么人啊 不需要你们帮忙 哎呀 果然是这样 糟糕 你们来 我都来不及操作啊 哎 你这几个笨蛋 算了 算了 我不管你们了 哎 果然是这几个笨蛋 刚才应该存一下盘的 搞的 搞的这么不爽 根本就不需要这几个狙击手帮忙 看样子 好像这四个人死了也无所谓的 等于我们被人帮白跑了一趟 本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打得多高兴的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跑出去一个人呼叫了外远 结果呢 被人帮没有把他拖回来 可惜那个人我们不能强制把他打死 又没人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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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过来算死吧 这个B4关卡吧 你要是知道了怎么打 他实际上变得非常非常简的 特别特别是最牛逼的这个玩法 塔防玩法 什么都不用动 就躲在这个地方就行了 好了 我们下一波又不用操作了 这是最后一个 然后这边又会蜂拥而出一堆 这是第三波人 刚才那四个人要是我不去碰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我们待会再重玩一次吧 反正存了一个档 那四个人看样子是强行救援 强行 非要过来抢人头 然后自己把人头全部送掉 这简直好闷 这个发光的这个 敌人尸体上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不知道 也没机会去捡 好像打完了就过关了 我们也不知道 估计就是个守雷吧 哎呀好无趣啊 早知道不管那四个人 严格不操作看看什么结果的 又不过来 司机开箱 好了又没人了 最后一个了 这边有一个闪亮亮的东西 不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些什么东西 我们去看一看吧 算了 还是让司机去看吧 司机说我 我这个 不是你 这个人身上有些什么 估计是一个守雷 哎呀 居然有一包烟 这这这这这这好离谱啊 在站 哎 糟糕 怎么把你们这些人给弄洞啊 哎呀 那个人没听到吗 司机说我他妈就站着了 咋啊 来来来来 我就站着 哎被人抢人头了 还有人吗 你看这一下就没人了 我们这个关卡就这样轻轻双双过了 所以说这个关卡吧 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再重来一下 看看我不去救援四个人会怎么样 我现在要是不去救援那四个人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我完全不操作 看看这个最终结局会是啥样 我们鼠标现在已经移到这个游戏外了 看看这个结局吧 前面去救的话 要是手术块把他们拉回来的话 那四个人死 是可以不死的 那几个狙击手 我们第一次拉回来 没有注意 没有想到怎么把他们隐藏起来 所以他没有去管他 估计操作也操作不赢 下面来了个狙击手 差点被打死 哎呀 我刚说来了个狙击手这么快 每次的结局居然不一样 我们用五号了 这个就比群口玩起来好像要快节奏吧 不像那种慢节奏的玩法 有些人就喜欢这样杀来杀去 实际上这个 这样玩就只有不防那个地方有点意思 后面就没多大意思 你就像现在如果你不防好的话 两只手离开这个键盘鼠标都可以过 就这么简言的 只要狙击手没有趴到上面 我们就一点压力都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要看运气了 看狙击手和我这边的人谁先开枪 这次打过我们再来试一次全手动的 这次我全部不手动 不知道上面那几个人会不会跑下来 要是上面的人不跑下来的话 好像他这个游行就不能往下走 好像打来打去还是必须要手动 不防以后你上面的人总有不下来的 有两个人好像是始终不下来的 这上面好像有几个人他是不会跑下来的 这下来的这下来的 这下来的这下来的 好,这几个人估计不会过来啊 一个人 这个人会下来吗 这个人好像不会下来 但我开枪是可以引过来的 这边这几个也是瞎跑 这个倒霉鬼 华操,这三个人很聪明啊 知道那边有问题 死了那么多人,怎么还在往那边冲 这我们的山甘岭之战 死了无数的人 然后依旧有无数的人往那个地方冲 这些人就压根不往这个地方冲了 这三个人就在这边 看不到尸体的地方 跑来跑去 导致我们这个游戏无法往下走 他这个后面那几波出发吧 他应该有一个最长时限 就是正常情况下 假如五分钟把这个入棋打完了 你后面那个起码在二十分钟的时候 你应该强制性出发才对 这个人要过来吗 最终 难道这些人最终都要跑过来的 我感觉好像 好像要记得有一个一个人吗 两个人始终是不会跑下来的 你看这个人好聪明 看到那边一堆尸体 然后就跑了 再不过来我就要出手了 我们现在如果把它打昏了 然后我们重新布防 比如我重新布防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守不守得住呢 估计守不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守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两个地方 实际上还不如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就是说 这个越往后来 他敌人这个是会越分散的 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个最前面的话 你如果用报应道具就很划算 但越往后来就是要用这种 越远的地方 敌人就越分散了 这个这个聪明人果然是不过来的 还在这个地方跑 还在那个地方跑 这这这是逼得我出手吗 我们我们想一想 我如果把他打昏了 我如果把他打昏了 然后我重新布防 重新布防估估计就只有死了 应该是没办法的我想 这个地方守 这堵墙后面守 忘记说了 这堵墙后面守也是一个办法 就是说死守这堵墙后面 这堵墙后面 就冲攻枪站一排 然后这个步枪站一排 反正就防守这两端 因为这两端这个距离比较短吧 对方的狙击手就派不上用场 哎 林小智还真不过来了 算了 我们为了看一看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 外圆的狙击手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地方存一个盘吧 看一看待会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前面这些存档 是W1关卡的 我们这个临时打 临时兴起 打一个B4关卡 实际上这个有点烦了 不应该存这个盘 这样刚刚好 0到 刚好10个存档 这样我就不需要翻页了 现在就不能再存盘了 好了 我现在开枪把它引过来 那个家伙了 还不过来吗 我司机已经按捺不住了 司机是赶索队里面 唯一一个有冲锋枪的人 好 烦了后 我这个冲锋枪声音可不小 好了 司机又可以不管了 这个人死了之后 上面又会出一大堆人 哎 这个小子跑出去了 我他妈 没有叫你出来 你为什么要跑 你为什么要跑 这个人跑过来是干什么的 就叫了四个人 也不知道叫这几个人是干嘛的 叫了四个狙击手 我现在还框不住他 他们自己跑了 哎 你还可以自己跑 你们四个人防得住吗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们这四个人 居然 居然意无反顾的 跑过去 太让人感动了 你们就四个人挑这么多人 可能吗 哎呀 死到老惨了 这些人 这些就是跑进来 抢功劳的狙击手 何苦呢 何必呢 为什么要抢这个人头嘛 这里本来没你什么事了 然后本来好好的在这个地方的那个 跑出去叫人的家伙 也就死了 所以说嘛 我这边已经有十多二十个人 你这个真元才四个人 这叫什么真元呢 我要是这边四个人在坐这 你来四十个人 那才叫真元嘛 我十个人在坐这 你来两个人 这叫真元吗 这叫雷醉 我们战场打得好好的 你跑过来给我们惹事 你看这几个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个中间 中出了一个叛徒 然后这个叛徒跑出来呢 从外面又叫了四个人进来 想抢我们的功劳 最后这四个人躲没躲好 看样子好像来不及跑回来 躲在这个中间 然后呢就被敌人团灭了 当然也帮我们杀了不少人 我们还是比较感谢他的 好了 我们把这几个人开枪引过来吧 然后呢 待会儿我们再去看一看 他既然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第一波完了之后 我就在这个地方步伐 看看结果如何 这是第几波呢 我都忘记了 这好像是第二波吗 第三波第二波吧 我开枪把它引过来吧 就不耽搁太多时间了 小时来了就离跑了 很多人呢 就漏掉了这么一个很绝佳的位置 一般打这个B4关卡 一般打这个B4关卡 国际象棋 不防最多呢 就是这个和这个 当然他们不防这个的 这个原因呢 是他们是使用了手雷这些道具 所以呢就显得就是说要 要简单很多 你要是不用那个手雷道具 光靠这个拼枪的话 躲这两个地方 估计肯定要 越前面 刀杂性道具越有用 越后面呢 这个枪械就越有用 但是这个 这个搭杀器道具呢 也比较留意 它可以隔着墙 丢过去 我这个鼠要在哪里呢 我都没找到呢 我在画面里面了吧 在这个地方 拿出来 我们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在这个塔 把这个关卡彻底变成了 这个作者想要的那种塔方游戏 连那个真元都不需要的 那个真元死了 我们也是能过关的 这个关卡顺点就变得 非常非常之简单 哎呀 你这个 好吧 我们现在读了个档 我们到中间来防守 看看这一关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 最后一个 我们 嗯 让谁呢 还是让贝雷帽吧 贝雷帽的拳头比较留一点 好 贝雷帽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你用拳头了 但用拳头如何把它打翻呢 好像不行 贝雷帽说司机还是你来吧 你的那个道具啊 对这个攀神 我们待会就拉在这个地方 好 实际说抢人都去了 哎呀 好危险 多卖 好了 留回来 这个人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做着他的白日梦 咦 这个地方没人了吗 回去不就是我当将军了吗 这个说说 所以说这个政治也是很离谱的 你要是最后一个回去呢 又可能被被人怀疑成是叛徒 但是有时候呢 你又会变成英雄 你居然敢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 打昏在地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重新布防 布防之前呢 得把他们的火力关掉 不然他待会跑出来 就直接把这个人给我打死了 这里还有人吗 还有两个 哎 不对不对 火力还没有关掉 好了 大家要听指挥 可是我盟军赶手队把你们给救出来的 哎 那帮发亮的香烟呢 不在这个地方呢 再打两拳 狠狠地打 这个1.45版 这个对这个拳击 他的那个判定吧 他是就说你打的拳数越多 这个敌人清醒的时间越长 和那个1.34版 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1.34版就比较离谱 打一拳昏掉 再打一拳马上清醒 都很离谱吧 这个关那个那个发亮的军装果然不在了 好吧 不在我们就不管他了 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布防 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守得住 这样这个地方出个狙击手我估计就死敲敲了 哎呀这个地方居然 这个这个居然能能弄过去啊 哎呀这个要醒了 你居然敢醒 继续打 到这前面了 这个这个好像没提兵 狙击手 我估计这个地方不防死的距离比较比较大 但是呢也没准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已经分散掉了 这个敌人会从这个地方过来 哎呀对 这个地方过来实际上我这个防守这边的 应该趴在这个地方才对 埃隆反了 你们你们应该朝这边 应该在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防守这边这样才对 这样才对 这样才是正二八经的交叉火力 哎 去啊谁把他打死了 哎这个笨蛋 谁开着枪 我还没准备好啊兄弟们 五号说你们他妈的这些笨蛋真是给我找事 哎呀五号打五号打哪边呢 这这这这这估计要玩完吧这样 好了我手下拿出来看看自动防守 哎呀那几个人被挤出来啊这倒霉了 听到那几个人死到老惨的声音 哎呀我的人也死了 哎呀这好暴霉 这这这这搞什么名堂 谁谁刚才那个地方开枪的 我觉得没人开枪啊 所有的这种 我都关掉的啊 他怎么会开枪啊那四个人被挤出来了 我们这次要不想办法把那四个人拉到这个角落里面躲着算了吧 就不要开枪了 幸违存了一下 快跑你这个你你你这个人 我对你哪有意见 我们要把这四个人 拿回去 拿到这个角落 那个树洞里面去 这个人呼叫了四个狙击手 哎呀我操作不了 哎呀我操作不了你们 哎呀你们不是我管控吗 谁就 你这个 你这个人还站这么外面 我操你这个人抢人头 就是这样抢的吗 啊原来这样也行 这里到底有几个人还活着 我操这这这这一个人就打完了吗 哎呀还真真可以这样 我操还有一波 这下他死定了 这个人站到他也外面 我这个手动操作在打 你们过去几个打了一遍的行吗 这这这这也行吗 你那几个狙击手也很牛啊 我操这样都行 这样都行 这样不防都行 只用两个人就可以了 那不是 哎呀这样还真打过去啊 好吧你们你们这五个人果然把人头抢完了 我看看那五个人能不能直接跑回去啊 把他们那五个人强行拉回去 这是谁啊 这个他不能动 要动吧 一枪毙命 来来来我去叫人 不要你去叫了 这个人头属于我的了 大家听好 是我叫你们的 你们待会四个要听我的命令 好听我的命令了 赶快到这个角落来躲着 哎 这这这笨蛋吗 你们四个是笨蛋吗 这怎么搞的 我还不如直接在这个地方帮他们 四个人要是我把这四个人 拉这个地方来 换一个地方打 在这个地方打的话 所有人在这个地方防守 好像可以试一下 五号 来把这个人捆掉先 这样他就肯定不会那个了 肯定不会被 刚才莫名其妙 谁开箱会把这个人打死了 有点奇怪 我们再来试一试 换地方的玩法 好 好了 把你们的武装关掉 你们怎么不听指挥的这群人 到这边来 这个墙后面你们总不会再开枪了吧 哎 这边没人了吗 一个赶手队都没有了吗 枪就下掉 到这个地方来 哎呀 好危险 教理教理 好能打进去 好了 我们现在又可以开始我们的布防了 这个地方布防就简单了 就直接朝这边就行了 这个地方待会留两个人 五号在这个地方 好能不能砸他 这个一定要靠后面 因为越靠前面的话 他这个角度就有一点点的偏差 这有点像杠杆效果吧 没事就打两拳 好了 轮到我们自己人了 这三个道具 那二拳 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干掉之后 然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叛徒 会去叫人 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好像应该 我这个司机好像应该到这边来了 存一个盘 我们继续来 就存这一个 来来来 送你一个不一样的死法 糟糕 我还没有把这些人弄成那个状态 火力还没有开 你们这几个废物 居然只能控制你一个人 哎呀 跑过去几个了 哎呀 这个狙击手打得好惨 这个这边居然没守到 应该应该居然应该躲这个地方 再来一次 你们这个 我这个好像这边还 这四个人没啥卵用 我们拿两个人过去吧 到这边来 不对啊 我这几个好像守不住啊 好吧 先用上开火状态 还有没有 全部有了 开火状态 开火状态 好吧 你的不一样的死法 这边居然我只能控制这个人 太奇怪了 我一号在这边开枪算了 华操 司机一个人在那边 遇血奋战 看来还是蛮简单的 哎呀 这个人居然敢站起来 哎呀 还有一波 我居然忘记了 哇操 这下面这一个人守得住吗 我这个引不过去了 哇操 还是狙击手的问题 但这次呢 勉强过了吧 来吧 来吧 大家都是不想 你看不到我 我也看不到你 怎么小子怕了吗 5号说实在不行 我来吧 哎呀 你还真在这个地方不走了 5号说真是麻烦 好吧 我们这个5号四季又尽敲到6号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好吧 这个观察栏我们今天这个各种玩法呢 就这样玩了一通 这个就是盟军敢死队2 B4国际象棋的那种攻击性玩法 我们这关就打到这个地方 大家再见